普利类降压药三个优点,三个缺点,教你如何进行扬长弊短 朋友们好,我是心血管汤医生 咱们前面讲了地瓶类降压药和沙坦类降压药的特点 分别介绍了它们的特性以及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今天和大家继续分享另一类常用的降压药,叫普利类降压药 它具有三个优点和三个缺点,教你如何进行选择 把药物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同时避免用药的副作用 普利类降压药是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 它的代表药卡托普利、贝纳普利、伊纳普利、福星普利等 除了卡托普利是短效的之外 其他的都是常效类的普利类降压药 普利类降压药有以下的优点 第一,降压的同时保护脏器的功能 它在有效降压的同时具有良好的心脏、脑血管和肾脏等靶器官和预防心血管事件的作用 长期应用能够改善心功能,预防心脏的扩大,改善肾脏功能,减少蛋白药 对于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即使患者血压不高 也需要用普利类降压药来改善心肌重塑,预防心衰的发生 对于已经发生心衰的患者,用普利类的降压药能够延缓心衰的进展 第二,普利类降压药对糖、脂的代谢没有影响 糖尿病患者合并高血压,可以首选普利类的降压药 对于糖尿病肾病的患者,普利类降压药能够延缓肾功能的恶化 第三,普利类降压药对合并防颤等心率失常效果好 由于普利类能够改善心肌的重塑,延缓心脏的衰竭,防止心脏扩大 所以,在预防心率失常,尤其是合并防颤的时候 首选普利类降压药最为理想 当然,普利类降压药它也有缺点 最大的缺点就是引起肝咳的副作用 多鉴于用药的开始,感到喉咙发痒,想咳嗽 但是没有痰或者有少量的白痰 如果坚持服药,部分患者症状可以减轻 如果不能耐受的话,需要直接换成砂坦类降压药 第二个常见的副作用就是引起电解质的紊断 血钾的升高 尤其是肾功能不好的人 吃普利类降压药时,需要注意复查电解质和血基干的水平 吃普利类降压药时,要注意避免和保甲利尿剂向罗内纸联合使用 容易引起高甲血症 对于双侧肾动脉狭窄,高甲血症,单独肾脏的人 要避免使用普利类降压药 第三,可能的致癌性 目前国外有相关的研究认为 普利类药物医治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引起缓积态和P物质在肺内积蓄 引起细胞过度的增生 有增加肺癌的发病风险 但这只是停留在科学的研究阶段 目前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明确普利类降压药 长期服用的安全性 专家建议不要轻易停药 总结一下 普利类降压药是临床上应用广泛的降压药物 具有其他类降压药不可代替的优势 对于高血压合并、观心病、心衰、心率失常 高血压合并、糖尿病、肾病 高血压合并肾功能不全等 都是很好的适应症 能够保护重要脏器的功能 当然在用药期间需要注意 把握好适应症和禁忌症 观察可能出现的副作用 好,我是心血管汤医生 今天和大家讲了另一类常用的降压药 叫普利类降压药 大家在用药过程中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线留言 我们共同讨论 欢迎您关注转发 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